中国COVID-19的疫情早就被控制住 但是在7月中遭到了Delta变种病毒攻陷之后 一开始最早是从南京机场然后往外蔓延 目前扩散到了中国17个省市 而现在被中国北京当局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累计来到144个地区 每日的新增确诊人数也突破了过去半年以来的新记录 专家认为变种病毒所引发的疫情现在等于是强迫中国 在最早一波的疫情控制下来之后 现在要来一个压力测试 挑战的是北京当局的零确诊防疫策略 中国是要继续的封锁边境然后清零政策 你得要付出经济代价 那如果换一种思维像现在英国在做的与病毒共存的思考 或许能够降低防疫带来的经济负担 到底北京当局要怎么选 那现在中国的疫情蔓延的状况又是如何 今天大世界话题我们就带您快来看 我们先来看看目前中国疫情重新升温之后最新的状况了 我们看到这次的升温最早最早应该要追溯到7月20号 在南京机场所发现的Delta变种病毒 那最新的数字在8月9号突破了100例大关了 那么这是过去半年以来突破百例的一个新高数字了 那这个来到了半年来的新高 那主要都是由南京蔓延出来 在江西 在附近的河南 在湖南 在湖北 甚至连最早爆发的武汉 现在又重新的开始出现了这个零星的一些确诊的案例了 那为了这样的一个变种病毒肆虐 现在呢在整个中国已经有40位的官员 遭到了北京中央的惩处 认为他们防疫不力 那我们就来看看整体来讲 到底有哪一些地区现在出现了个案了 我们看最早最早是在南京7月20号 那个时候呢是在路口机场 然后呢在边境上被拦下来发现有确诊 然后后来呢就散出去了 所以呢整个疫情就开始往外蔓延 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路口机场发生 然后7月26号开始呢就停航了 那停航呢现在时间要继续延长 所以呢也就是说出现了确诊个案之后 北京当局现在当机立断做的就是 立刻再度的封锁边境封锁机场 好那然后开始往外蔓延看扬州 扬州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案例 源头也是来自南京 那现在在扬州呢现在案例越来越多 而且出现了社区的群聚感染 所以升级已经管控又再度的升温了 那你基本上你得要留在家里 那你说家庭要买东西的话呢 就是派一个人了有一点恢复到最早 中国爆发疫情的时候那个封城的状况了 基本上你得要待在家里 另外看像是在淮安也是一样 非必要你不准离开 然后呢你要这个来来去去的话 你必须要减负你是核酸检测 你是阴性的证明这个确定 你是没有感染到COVID-19 你才可以照常你的生活 否则的话你得要留在家里头 另外我们看到武汉 武汉现在又持续处于停课的状况了 然后呢又恢复到当初武汉大封城的一个状况 现在又严格的管控出入了 恢复到以前的情形 那我们来看北京当然北京首善之区 而且呢所有的政治中心都在这里 所以我们看到在当初疫情爆发的时候 北京一发现有案例也是好紧张的 那现在北京又恢复到以前状况 而且呢他每个人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码在手机上头 你到哪里都要刷一下你的手机条码 确定你是这个安全 而且呢你要这个两天你就要去做一次这个检测 那你必须要减负到处来往的通行证呢 就是你两天内检测的阴性证明 然后有很多对外的航班 对外的一些道路跟一些桥梁的交通 现在基本上都是封锁的状态 那目前呢中国的疫情升温的情形如何 有哪些最新的一个状况带你快来看 道路近空消毒车一路喷洒 防疫力度全面加强 在变种病毒强势来袭之际 中国疫情死灰复燃 不只北京 江苏 河南 湖北 湖南 以及黑龙江等省都遭到这波疫情肆虐 8月9号一天的新增确诊数更达到143例 成了中国大约半年来的最高峰 光是江苏省就有三条传播链 其中以江苏扬州市疫情最为严重 当局已经启动第五轮核酸检测 小区管控加倍升级 而中国近期这波疫情的起点 根据外媒指出 是从同样位在江苏省的南京开始蔓延 there other world it's the plane landing in the eastern city of Nanjing on july 10 suspected of carrying the highly contagious delta variant on july 20 officials confirmed Nanjing airport workers subsequently tested positive two days later thousands of tourists visiting the central Chinese city of Zhangjiajie crowded together to watch live shows it's believed some of those attending had been infected traveling through Nanjing cases then surfaced in several major cities and have since spread to dozens of others 光是三个礼拜内病毒蔓延将近20个省份 确诊数字持续上升 各地方政府不敢大意 极端防疫手法重现江湖 纷纷寄出严格封锁措施 人员不要出门 一旦发现就封门 震动大楼社区无法进出 有民众只是出门透透气 一回家就被封门处置 我知道我跟你说一下 不要过去 你看到吧 回家 防疫人员大声呵斥 下一秒就抓起铁条 直接往门前横放 紧紧封死 为了不让病毒再扩散 严厉规定成了当局必要之举 如今中国持续进行大规模 筛检和各种旅行限制 防疫力道晚如回到2020 疫情最严重的时期 就怕一个闪失 病毒重毁人群 零容忍依旧是中国防疫的最高 交叉守则 三地新闻传得不懂 好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 我们看到了中国一旦有爆发 现在是清零策略 是零容忍 就是一个案例都不可以 所以中国马上做什么样的动作 大规模的筛检 然后立刻能够封锁的封锁 阻断那个传播的管道了 那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是北京当局的选择 但是我们来看包括了中国国内 包括了香港 还包括了很多国外的一些专家 大家都不认为这可能 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我们带你来看 目前中国在做什么 中国的国务院就这样讲了 他说一发现有案例 那就是检测不缺一户 不露一人 每一户都要检测 每一个人都去做核酸检验 那我们来看现在几个比较严重的地区 像南京 南京最早爆发 所以南京九百万人口 就是所有人 一户不缺 一人不露 全部通通都来做核酸的检测 而且一共做了五轮了 你知道核酸检测要多贵吗 平均在中国 你一个人去做核酸检测 差不多你就是需要 新台币大约将近八百块了 七百七十块钱 一个人的核酸检测的成本 好那南京做了五轮 做了五轮 一轮是九百万人嘛 一人不露嘛 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吗 光一轮就要花六十九亿的新台币 他们做了五轮 而且八月八号又开始重新做第六轮了 每次出现了一个个案 大家就一户不缺 一人不露的开始做核酸检测 这全部都是成本 那这些钱谁付啊 中央跟地方 帮大家一人一半来付钱 好那我们来看香港 香港也同样的 他们裁减了一百七十八万人 全面大规模的做筛检 花了二十亿新台币 然后最后找到了 四十二例的确诊的个案 那你知道这有多贵吗 这一例啊 这个一例确诊个案啊 它要花四千多万新台币 将近四千八百万 这么多钱找到一例 这个CP值大家心里头见仁见智了 那我们再来看到像是澳门 澳门也是全民检测 结果呢 大家通通筛出来都阴性 那你不能说那个钱花的不值得 但是呢 的确就是没有任何的效用嘛 再来我们看最近的武汉 武汉最近又重新的做核酸检测 因为他们又发现了群聚感染 所以同样大家通通来 一千一百多万人做核酸检测 花费了新台币 八十五亿的新台币 那所以呢 你就看到了花这么多钱 然后呢 去筛检出了那些 以你筛检的群体来讲 非常小量的一个这个确诊患者 那到底这样的一个政策 还要做多久 还有多少钱可以这样烧 于是呢 我们就来看看专家的一个看法了 很多专家都认为 其实真的不需要的 我们来看港大的教授说 这叫做用大炮打蚊子 宁可错杀一千 不可漏过一个 他认为花这么大的钱 然后去做这样 全方位的一个核酸篩检 CEP值太低了 他觉得一点都不值得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 像这个华盛顿大学的学者则认为 他说普篩根本就不符合 现在的流行病学的原理 他说现在流行病学原理 绝对不是这样子 这样你每个人都抓来检验 他说不是的 他说根本就是事被公办 而且你会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跟经费 国外的媒体就说了 像现代中国的做法通通普筛 然后马上就立刻封城 封社区 封国门 他说这样会付出非常大的经济代价 如果长久以往的这么做下去 中国可能会与世隔绝 变成一个超大的孤岛 中国防疫期间社区被封锁 民众却擅自外出 结果一回家 下层就是家门 被铁条封住 极端防疫 引发争议 但中国疫情再度升温 中央按地方当局的防疫手段 主要以清零为目标 遇到病毒杀无赦 因此所有受影响的省份和城市 陆续采取封城措施 除了尽可能抓捕违规民众 政府更祭出全民大规模核酸检测 就怕有任何漏网之鱼 只是全民核酸检测成本之高 极端防疫外界执意称 简直用大炮打蚊子 以香港在2020年8到9月10为例 全民核酸检测约178万人 花费了4.4亿人民币 一共找到42名患者 同样的终极手段 武汉可算是先驱 武汉官方下发紧急通知 要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全员新冠病毒核酸筛查 并且限期10天内完成 这对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武汉人口多达1100万 2020年5月完成了 一轮核酸检测 结果当局总共就花费了 人民币20亿元 最终目的就是不能漏掉 任何一个确诊者 如今中国疫情复燃 地方政府同样不敢轻忽 光是目前最严重的江苏省扬州市 已经实施了五轮全民核酸检测 这次疫情的起点南京市 也做过了四轮 专家警告稍嫌速度 反将为当局带来更多压力 全民核酸筛检 大规模封城 中国各地现在都还能见到 严厉极端的防疫措施 近期甚至封锁边境出入 外界担心若中共长期予以如此对策 控让中国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 专家认为过去在对病毒不够了解的情况下 这些不惜代价的极端手段较为合理 但目前在已经有疫苗及防疫经验的背景下 理应还是要调整政策 甚至可以和欧美一样与病毒共存 只是对此中国官媒则抨击称 西方不少国家的防疫措施过早松懈 如今才让疫情反反复复 对病毒零容忍才能要到病除 一个事件两种防疫手段 哪个效果较佳 最终只能有事件证明 三地新闻长得不懂